大家早晨,今早早我们继续看看港股长线模仪投资组合 这个表就昨天给大家了,免得大家再回看昨天的视频 现在我再登一次,我们准备买入的是头11只,即是红色的股票 这个将会在下个星期之内完成 我先讲讲这个长线投资组合 和大家平时喜欢,每天打算找个股票,冲进去买,由短线获利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长线是说半年至两年之内的投资时段 原则是说你最少都要看半年的,有可能看到两年的 两年之后,继续持有呢? 就再续起了,到时的形势 那就是我们是持有这11只股票,根据这个建议的实际持货量 最接近这个百分率去持有 长线投资就讲求这个长期的盈利 就不是说买一只股票,明天升后又跌,不是这么看的 就看长期,整个组合表现,也都不是看11只股票的表现 我们不需要11只都赢钱的 总之,最后整个组合是赢钱,而跑赢大市,跑赢通胀 就已经成功了 原则上,我们是不会每天去买卖的 原则上,我们是每一个月才换买一次 每一个月,月底,临月底的交易日,收市前 或者下个月,开市后,去换买一次 这个就是原则上 但当有一些特别情况 比如说,你手上组合之中 持有的股票,个别股票 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因素上的变化 可能它的业务,或者一些重大利淡的消息 我们会提早做的 大家放心 理论上,我们只拿11只 如果在一个月之后 它依然是在红色或橙色的区域里面 我们就不需要沽出 如果是跌到黑色,我们有一个规则 是如何去沽出 何时沽出 以及哪只沽先,哪只沽后 作为换买的行动 每个月,就会做一次 但是,如果你是我的GOLD 我每天收市 都会更新一个表 有一个表 就稍后给你看到 就是说出你的成绩 至于,每一只股票 每一只股票 都会给一个很简短的 最新的状况 多数都会按兵不动 或者继续持货 如果在右边档 我会提醒 例如,本周内要沽出 例如,写个例子 这是一个特别情况 否则是一个月才一次 OK 还有,右手边的百分率 其实是每一天 严格来说每一秒都会跳 但跳得来,就不会相差太远 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么紧张 今天就5.657% 例如,第一只 明天举例,5.714% 那我不是要拿多0.1% 或者不够0.1%的货 我是不需要这么做的 差不多就算了 不需要特别这么做 值得什么时候要这么做 通常我们会看到 一个月之后 OK 清楚点说清楚 长线投资 要注意的东西 以及应该做的手法 接着呢 最下面 要留意右下角 有个55% 长线投资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作为一个Patreon 即是一个 叫做有经验的 长线投资者 或者一个 你会是 有我去指引 给个参考你的 投资者 你可以拿到55% 那我还要看这个 因为这个是有可能变动的 比如举个例 一个星期之后 这个55% 变成60% 你就不是等一个月了 你就立刻 跟着那几天之内 就要加到50% 至于加哪个 50% 即是多一只股票 一平均 每只股票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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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所以就要多一只股票 如果变成60% 的时候 这个 排第12位 都会变成 红色 那 说完长线投资的 要窍门 然后 这个表 也是昨天给大家看的 暂时 我们一只股票都没买 所以 你见到 虽然有建议的数量 但实际持有 没有的 暂时 是 没有的 实际上 虽然这里就当你买了 我给大家参考 这个数量 我建议你买 也是下个星期 我们参考买入的数量 跟随买买的数量 不是参考 买买的数量 假设你投资组合的资金 是500万的话 如果你多过少 就更加比例计 我们要很认真地对这个表 所以这个表 我每一个交易日收市 都会更新 让你知道 现在每只股票正在赚 正在亏 总共最后赚 还是在亏 以及 它的最新排名 包括超短线 短线 中线 长线 超长线 大家看一行 主要参考 主要参考 主要参考就是长线 还有看排名这行 你见到有11个排名 即是说 下个星期一 我入市的时候 我优先买第一位 接着买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就是五位 举一个例 什么是有什么分别 比如 头三位 一二三 和尾三位 十一 十九 买的时候有什么分别 分别就是态度上 当你买 头三位 华人 啤酒 小米 你见到跌不下去 你就要不要排队 就要照上哪个价 最佳 卖出价 拿货 但是这些就不同了 比如差那三只 你可以排队 甚至排一格 两格 去等机会 这个就是态度上的问题 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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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留意的是 这几个 尾那几个 今天还在十一名之内 如果今天买不到 明天才买 我说今天 不是真的今天 就是某一天 下星期某一天 比如星期一 你买不到 星期二才买 现在可能会跌到第十二位 那我就不买第十二位 我买什么 新上来第十一位 那当那是什么呢 收拾后 我在patreon里面 就会给大家看到 如果大家现在在看youtube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延迟8小时播放的影片 就不会再有这个表给你了 今次我开始开仓 我就给你参考一下 如果你想要有 就订阅我的patreon频道 就是patreon.bentino.com 就是gold,pentinum,或者diamond 的会值都有的 那这个表说完之后 那我接着就讲的 例如还有就是 我会在表之外 我会有文字的 有几行东西 就是说 我们 那只股票 我不会每天有 而我会在每一天的交易时段内 都不说每一天 多数 如果没有变动 就不用说了 有变动的时候 我会是说一说 这只股票 现在的股票 如果你 就来到目标了 那我会告诉你 目标在哪里 很详细 十一只股票 我会时不时 轮流地 逐渐去详细分析 那我会说 短线、中线、长线 因为有些人用来短炒 短线、中线、长线 就作出一个好好的决定 如果你是短线 或者是要半码的话 留意就是 有些上升得过了 的时候 我会先沽了它 甚至乎 举个例子 你拿着阳明生物 它升得离了 超买了几近 我就沽了它 沽了它 沽了就少了5%的持货量 我会补回 一些ETF 通常会补回是盈负基金 或者是国企股 或者是科技股的ETF 那就是 如果有个科技股 拿了小米 过了龙 你沽了它 用ETF 拿回来 那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 你继续受惠在科技股的升势 但又不会因为小米 升过了龙 不再升 甚至倒跌而有损失 或者赚少了 这个就是好处 有些人问 那我先唱 刚才我说 阻力位 止蚀位 目标 支持位 那我只是说短线投机 或者叫做走位 或者叫做暂时换马 那有些人问 我需要不需要每只股票 都好像在电台电视台 定好目标价 止蚀价 我不是这么做 我说过一次 不是到隔 到第一个阻力位 我会看第二个 到第二个 会看第三个 当然同时 退高的止蚀位 止蚀位 我不是用这个方法止蚀的 我是跟回表的 即是跟我的证券盘绑使用手法 使用手拆 对不起 那只要跌到绿色以下 我就很大机会是沽货 什么是很大机会 大家看它长程 就不是一定沽货 但是很大机会沽货 我会用这个方法 糟了 跌到止蚀位 我都不止蚀 如果它真的跌到止蚀位 跌不多 它自然而会跌低 第十一位 大家放心 亦都有 patreon 朋友 就昨天问 究竟你这个表到时候 会不会算佣金 其实严格上可以算 不然有个问题 我给的佣金 和你给的佣金 的百分率 大家不同 有些贵的便宜 这就很烦 第二 就是 我的功夫 亦都会做很多 第三 这不是重点第二 第三 重点就是 如果你长线投资 你不是整天买卖 佣金 有多少 所以 对这个最后 组合的盈亏 不大影响 最多就是这样 你赚一两成 你就当我赚 赚少一点 赚一成多 你自己的心理 就算了 让我省少一点 功夫 接着 十一只股票 很简单 你不用问我 怎样计算出来 0.320 0.618 0.5 不是 很简单 我就是找 星期五 那天 重要的关口位 所谓重要关口位 就是累积全日成交多的位 我全部摆高一格 例如 102.1 就是说 102.1 曾经 对击得很紧要 我就买 当然是偷布的一格 你放102.1 幸好排得快 排第一 有机会中 你排到最后可能不中 做到102.1 我就排102.1 就是这样 然后 我看了星期五之后 再参考 星期五 也不够 再参考过去五个家日 的 累积的重要位 再在右前面摆一格 每一只股票 我都给了三格 参考入市位 就说过 例如我摆102.1 只要在自动对盘 包括开市时段 经价时段 包括收市经价时段 曾经做过的价 做过 现在股数 成交的股数 是足够 例如我买某个股票 买一千股 它够一千股 或以上 我都当做了 我当做了 那三个就怎样 我有少少巧妙 如果一开始 已经见到这个价 举个例 102.1 最低见过102元 我都当做102元 OK 明白吗 如果见过102元 0.2.1 最低见过102元 我都当做了102.1 买了 就不是102元 买了 就不会骗 曾经见过最低位 你当然在最低位 入吧 见到最低位都不入 这时候很明 我当做入了 但是 如果 它是见过102.1 之后 在很短时间之内 什么是很短时间呢 我是给30分钟 30分钟之内 见过102.1 之后 30分钟之内 见到101.9 的话 我会当做101.9 当101.9 成交的数量 一定要等于 或者大 你要求买入的数量 那就合理些 否则 如果见不到101.9 就当102.1 就是这样 我给半个小时 那就是大家买的时候 你就要判断 见到102.1 是否立刻买呢 是否立刻买呢 就是看当时的形势 看什么的图 应该是看小时图 是小时 小时图 小时图 全部信号都利好 或者起码 有四个利好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三个就不好了 三个就算了 的话 我会等一等 排低一点 排101.9 等到30分钟 都做不到 接近三个分钟 做不到 我就改达 数回到102.1 到时 数据不是102.1 是102.1 这个案子 我都当你做了102.1 公道 有难有不难 我很怕青 全部看第一个价 OK 就给大家参考 最后 我不详细说 纯粹给大家参考 由于这是长线投资 是月线图 我给大家看一下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是阴阳烛的最新形势 这11只股票 你不续续说 分析 会 但我分析不会很简单 分析半分钟就算 你知道我分析一只股票 分析了很久 三分钟 十分八分钟 留在我的投资影音分析里面 每天投资影音分析里面 我答应大家 如果市并不是很旺的话 我会分析一只股票 焦点股 如果没有其他焦点股 我会逐只分析这些股票 大家会持续一年时间 要不急 整年时间 慢慢可以看 大家慢慢了解 好 今天的分析到这里为止 明天我们就上投资影音教育 多谢各位收看